監防16,福利片 上一集我講到 醫食住行的食物 接著再帶下來 三個節日 所以大家可以享用福利的食品 接著講到 一個叫做更新事務組 即是福利官部門 福利官 在監獄裡面 是一個民職人員 和大家的 接觸是很緊密的 我先講所謂的更新事務組 更新事務組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部門 他除了在監獄裡面 常駐的福利官 照顧犯人 照顧犯人的福利之外 他的部門 是牽涉到 很多工作 我可以說一下 有些犯人 被法庭判 坐牢後是要做 手行為 我們俗稱的叫做 背囊 背囊 又或者是一些 我們叫做釋囚犯 待會我會講到什麼叫釋囚 即是說他還未坐滿刑期 而可以獲得一個 提前釋放的 融入社會計劃 都是受福利官的監察 如果你背囊 你保釋期間 違反這個 不是 sorry 坐完牢後 叫做一個 鎮化 或者是一個 監管令 你違反了 福利官可以 叫做一個recall 一個recall的 召回 那個 那個情況 是將你在 生活裡 拉進監獄的 很簡單的 我有一次在賴之國見過 就是 為什麼一個犯人進來 不是坐囚車的 基本上是兩個 做便贓的人員 坐的士 坐的士 帶他回來 來賴之國 換回 籌衣 那些叫做recall 那些叫做召回令 因為可能是有些 有 毒癮 他譬如說是犯了 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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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DD 被法庭判了監 他出去之後 還要受監管令 我們通常叫做 驗尿 定期驗尿 他不驗尿 或者叫做 尿液中 發現到 仍然是有 突然之間有 有毒品 我們叫做中楼 我們叫做中楼 中了楼 就是 驗尿 我們叫做擺楼 中楼 他出來之後 是要他回去監獄 繼續服一個刑罰的 這個叫做 都是福利官的行為 福利官的工作 也有些青少年罪犯 青少年罪犯 他判了一些青少年監獄懲教中心 例如沙咀 他出來之後 他受完刑期 出來之後 也一定要受監管令 這些都是福利官的工作範圍 我們所謂叫做感化官 其實都是福利早期其中一部分 原來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因為我都是一些加上我之前的理解 和上網都看的資料 福利官是和大家坐牢的日上日子 緊密聯絡 每天你都會見到福利官 對於大家是很重要的 福利官的工作範圍 基本上你什麼事 你可以去找福利官的 你坐牢 你不開心 你想接受一些心理 你想見心理醫生 監房是有心理醫生住在這裡的 就不是上諸 不是上諸 有些是犯人 他坐牢的時候 覺得情緒很低落 或者是有自殺傾向 覺得自己有些情緒上 心理上 精神上的抑鬱 他可以舉手去見這個 精神科心理醫生 精神科心理醫生 通過福利官 通過福利官 在福利官 他每天的出現 他需要走勻整個監房 去見識所有囚犯 如果他在工作上 他日常必須要有的 就是打電話 幫囚犯打電話 我見到一些福利官很忙 打電話打得很繁忙 什麼叫打電話 如果大家這麼不幸 需要服刑坐牢 在每一天 你可以把自己想打電話給監獄外的朋友 給他一些訊息 你可以透過一張電話紙 電話紙在每一個監房 每一個期數都會有 電話紙裡面寫上你是哪一個 犯人號碼 然後你要寫 打給安裝給誰 所以我之前設計 你要準備好 要坐牢的時候 準備好一張名單 打給他的朋友 電話,因為現在手來電話的功能 基本上可能令你不會記得太多的電話 所以最好就是寫另一張電話單 自己寄回入監房的時候,大家可以清楚 當然,家裡的電話,親人的電話 你不會忘記了 你就會寫在電話紙裡面 在電話紙裡面寫下,你想和親友說什麼寫在這裡 然後交給福利官 福利官就會親自打電話給你指定的人 當然,是一定要有用的信息 還有不要犯法革訊息,不要有恐嚇性 不要說,你不還錢,我找人殺你 這些一定不行,福利官也不會跟你打 多數都是說,叫親戚朋友什麼時候來探望你 或者是想傳達一些訊息 想問一下家裡人的情況 兒子考試考得如何 爸爸媽媽的身體狀況如何 通常都是這些訊息 福利官就會打電話給你指定的人 而指定的人聽到時候 聽到就算了 如果接電話的人想回覆 回覆 回覆 告訴他在監獄裏面的囚犯 聽之後 可以透過福利官 告訴他這樣 福利官記下之後 福利官就會找回那個囚犯 去告訴他 你親友大概有這樣的回覆 大概就是這樣 那一定要合法的 一定要是一些合法的對話 就是說福利官是唯一一個 可以跟你傳話給監獄外憑親友的人 所以很重要 這個動作是很重要的 我也相信所有的囚犯都一定會做這個動作 所以沒有得罪福利官 通常的時間會是怎樣呢 通常你把電話指的福利官 之後早上給福利官 福利官下午就會打電話 通常下午打完所有電話 我看到福利官很忙 打幾十個電話 在幾快節的 可以把你自己的通訊 訊息是告訴你的親戚朋友 所知的一個途徑 相反如果家裏或朋友 有些事情想告訴你 坐在監裏的囚犯 也可以透過福利官直接打進去 找福利官 我是誰的親戚 我有件事 希望你轉達給他聽 通常都是這樣 當然合法的 當然合法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當然是合法的 我講到這裡 剛才跟大家說 如果你想在監獄外 有些人告訴監獄內的囚犯 去聽一些訊息 其實多數是一些不幸的消息 不幸的消息 當然 最好就是 你告訴我老公 我中種立彩 可能這個是好消息 通常都不會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安排 因為是 一些比較刑期長 刑期長一點的監犯 家裡可能有老人家 甚至無論如何都好 坐牢的犯人 有些親戚朋友 或者是阿爺阿嬤 年紀比較大一點 在他坐牢的期間 他是有病 甚至乎已經流離人世的階段 家裡的人就會告訴他 你有親戚朋友 有個親戚 通常不會是朋友 親戚 睡藝 有病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其實懲教署有一個比較人道的做法 我簡單一點 我簡單一點 如果一個坐牢的犯人 父母、兄弟、姊妹、直屬 他是發生了意外 或者是有大病 是在流離的期間 他告訴那個囚犯 囚犯是可以申請 可以申請 出去探望他 只要證明他真的 有一個利流的狀態 通常都是醫生子 如果你不是說重犯 不是說一些特別的要看管的犯人 通常懲教署是給你兩個選擇 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就是 可以讓你去醫院去見到最後一面 又或者 當這個親友離世了之後 這個親戚離世了之後 可以去他靈堂 去鞠躬 裝一住香 這個是人道的方法來的 我曾經在一個監獄 在大腦監獄 曾經做過一個指摸房的奇數 通常都是負責這些 負責這些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會準備一些孝子衫 什麼孝子衫 通常都是白色的 白色衫 白色衫 有一個犯人收到一個電話 電話的時候 他說有一個親人離世了 通常就是 要是帶他去醫院 要是帶他去寧堂 這個犯人通過福利官 通常都是批的 而大部分的囚犯 都是選擇他離世之後 或者是離世之後 看看你怎樣選擇 他有一個這樣的福利 叫做福利 通常就是 通過福利官去處理這件事 而批了之後 就會由押戒組 將這個犯人押戒去醫院或者寧堂 為期應該是半小時左右 半小時左右 你去醫院 通常會清洗牆的 不會讓其他人在 不會讓其他親戚在 讓你見到最後一面 通常都要上了押戒 有兩個押戒組的人員 去押戒你 讓你探病 讓你探病 見到最後一面 又或者 當他離世之後去寧堂 在他的寧堂那裡 鞠躬一個弓 裝著香 通常一定有 做押戒組的人員 是會給他穿一套白色衣服的 當然一定要戴手球 全程會戴手球 通常都是用衣服遮住 用衣服遮住 不可以在寧堂或者院 和其他人交談 不可以 這也是福利官所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福利官和大家來說 是比較緊密一點的 無論是 在監獄裡面的生活 或者監獄以外 他都可以幫到你的 我下一節 下一節再和大家 下一集 Sorry 下一集再和大家說 一個 其他福利官的情況 非常有趣的 非常有趣 是 非常有趣的 感谢观看